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也是基于那个刚刚做一个钢尖的 然后现在来做一个金尖的一个钢笔推荐 那三年多了我认为就是说实际也比较好 然后就是笔尖就是笔上面来讲的话 出的款应该就是说现在总就是总共出那么多笔 然后再来就做这么多多期视频 然后再来评估的话我觉得会好一点 那就说现在就是说贵的便宜的笔都做过了 那金尖的笔还是一样 那首先我先把第一只放出来 对就这只 但是呢先讲一下一个金尖金尖笔的一个定位是怎么样 金尖笔的定位首先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个人认为是怎么样 金尖跟钢尖都能写 那他的一个更多的是在于他的附加值上面 而不是说一个呃本身的一个就是说这个的书写价值 那所以说我前面刚间的视频有讲过了 超过呃就是一千块 而不一百块人民币一百二港币以及四百的台币 这样子笔的一个价位差不多不是实用需求 那更多的是什么 比如说他的历史 他的品牌价值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笔尖金尖这样子 但是呢首先讲金尖有一个误区一定就是说要了解 就是说金尖不代表说他一定比钢尖好 然后金其实这么少量的黄金的话 其实呃说实话吧 呃五十块不到 就即使你整个笔尖都是黄金做的他都不用五十块 所以说不要被被金尖的所谓的十八k二十八k给迷惑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笔尖打磨方式那能各有志 那这个我也不讲 那第一个先讲一下 金尖的话就第一个不要被金尖迷惑 第二个点你买他的原因是什么了 就是你一定要找到这个 你又说啊 我想感受一下这个就是那么久的历史品牌的一个金笔 就我觉得品牌的一个魅力是非常重要 那这这个也是必然考栏的部分吗 不然的话呃也不会选一只这么贵的笔 因为金尖比最便宜的白金的话也得要好像人民币是五百到六百吧 就是一个三七七六 那再下来了 金尖的一个笔的话还有哪一些需要注重 就是呃你就是说你到底前面为什么选他 现在你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笔 就是如果是说我只是玩笔的 那我绝对不建议你买金尖 因为玩的话这个首先怎么讲的呃太浪费钱了 就是说你真的有那个钱 我不建议说你把这个钱浪费在这个地方上面 因为笔我最终的给他一个定义 就是说他是书写工具 只是说我现在用的这样子一只146他是一只很奢侈的一只笔 那我去用他的时候 比如说呃英女王嘛 他会用一个万宝龙149来签不同的一些历史象征的合约 对吧 有这样子一个强烈附加值 就为什么买 为什么要用他 那这两个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的附加值原因 那你才能选 那也是选金尖比的时候三个主要因素 那我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不要给金尖给迷惑了 第二个你为什么要用金尖 第二个你要怎么去用他 那这三个问题你一定要想清楚 然后你再来说呃 我再选一只怎么样的金尖比 好那首先我们回来讲第一只万宝龙的146 但买的话146说实话吧 我最建议买的就最普通的经典版本就可以了 不用我这一只是那个儿童基金会吗 以爱为名的一个低配版吗 那上面有一颗蓝蓝的一个石头了 但其实这说实话这些都不值钱 千万不要想着说我这只金尖比会保值啊 这些都是浮云吧 你真的有的话还不如买套房呢 对不对 只是说钱又没有是另外一回事吗 我们那个话题就不讲太多了 那为什么选他第一个 历史时间够长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笔尖数字不管你是EF嘛或者F或者是说M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怎么讲呢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另外就是他的书写手感以及就是说他的笔形来讲你用真的是一拿上手直接就是能用的就跟呃纳米的笔一样 但拉米的笔寿命他是不是很长啊 就是说他的肩很容易歪 但是万宝龙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虽然说也有爆感了 光莫穿裂的问题 但我暂时还没有碰过拉米的肩歪了 我是真的有牵过 那但是呢 呃另外一个就万宝龙就是说明什么 就是说他的一个入门就书写嘛 就说通常你写比如说200字上网幕200字那个手感才开始变 然后用了三个月左右嘛 你慢慢书写的时候你才能习惯这支笔 但是万宝龙的笔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拿上手直接写旧人很顺 这是万宝龙的146最大特色 那你说在上高配版有没有必要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笔尖第一个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说他最好用其实是很经典的东西 我认为是说没有必要去除非是说你像这个 呃以二为名有做一些慈善的这样子一个附加值 就是我不断在强调 金尖你一定要很强的附加值 就是说他已经超越本身比书写功能的这样子一个 就是一个价值的需求了 所以呢就是真的看你自己反正买 我只推荐就普通的一个经典版的146 那就OK就黄金的或者玫瑰金的那样子的 好我们下来的第二支的就是那个 呃这支也是一样 就是这支也是附加值很高的一支笔 那推荐的还是一样只推荐买一个M800的 但这支笔的话有一个特就是特点就是说你真的要写英文才买买它比较好 因为它的夜间的话就是非常看能品非常刮 就是说你基本上买回来很大机会都要去调整一下 不然的话它的一个品控肩的品控不是特别好 但是呃这么多品牌吧 它的杆的质量真的是最好 以及它活塞的一个顺滑度以及耐用性来讲 暂时没有一个品牌能超越的 不管是它的200系列 400600或者800系列 那呃你也可以说也可以选就是说就基本上看你手型吗 你说啊我手比较小 那你就600再小选800 那百利金的话就是只推荐就是说这个系列的 就是你选一支适合你手型的百利金 那就OK了 因为它的杆的质量真的非常好 以及就是说写英文的 它的手感真的是最好 就是说因为很滑嘛 它而且它的本地打磨本身就很适合写英文 但写中文的真的还是选日比或者是说你是特系监控的 那你入EF的那种我也不建议选呃就特系监嘛 那EF吧就极限的 但是日比的EF极限已经是偏刮了 所以说呃欧比的尽量写英文 如果你真的说写中文的 我还是推荐你去选日比 而且F间就可以了 真的不要EF大概就这个样子 那另外百利金的话还有一个好处 换肩换肩的话 可能是说我呃800的好像是跟1000的人 呃跟1000也不能兑换了 但是200400600它是能兑换的 就是它本身比的设计整个系统非常的完善 你要去换配件的时候就200到600系列 那一块是非常OK了 呃另外一个就是它杆子真的很漂亮 就是它的杆吧 就是我的200系列一笔的话 能看到就是说你不会觉得说呃 我800的好像比200好看一点不会就是200的也是非常美 那这两个品牌就是也是很经典的品品牌嘛 五大里面的龙鸟派吸水里面的反正龙鸟就排前面两个 那第一只第二只那就是说它最经典的而且金尖嘛 那肯定是选最经典的也不可能说像 各种图啊说我去玩各种的赞助人那就或者外套addition的大文豪系列那种嘛 那好就这样子两只那就呃选完就大概就这两只 然后第三只最后一只呢是怎么样我会选一只日笔 因为很多的观众就是微信沟通过以后这么长的一个世界嘛 那沟通完以后呢那就是呃都会大部分是写中文为主了 那这个的话呃这只笔当时是帮别人买的了 但是那个而且我现在手上也没有了 我就拿以前做那影片来做一个来来来垫一下吧 那就这只的话就是一个百乐的742 或者你可以选743也是一样看你这个手心 那为什么是742或者743呢 而不是说exactly就完全是那一只笔了 第一个每个人的手它是不一样的 我就所以说我不会说完全就说我指定是这样子一只笔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那选74743为什么呢 百乐的品控第一个 它的金尖你买十只十只的手感都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它的尖真的细 而且出没量来讲 你想通过墨水去控制非常好 另外在万宝龙的一个146横行的情况下 它还能出这样子一个经典鱼轮款的一个款式 而且还能有一定的销量 那证明说它一定它在书写上面的一个感受来讲 就是说跟万宝龙肯定是说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 怎么讲特色就它肯定是有自己一个特色 因为在鱼轮款本来是做的很烂的一个系列了 那基本上它的品牌的一个就是说品牌魅力来讲是占了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 就导来导致这个比好不好卖 那百乐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是好像一九七几年才出的吗 还是八级的 算是比较后期的鱼轮款比 那但是它也能做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肯定是说七四二七四三肯定是非常好的一个特色 另外一个就是说七四二七四三的话 它是我喜欢的西摩奇的一个版本 那百乐的西摩奇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它的西摩奇真的是非常的精致 你能看得出来 即使是这个碾压式的也比国产的那个好很多 这个手感那再对比回去 我用的比较多的威迪文来讲的话 怎么讲呢 威迪文听说能爆感 但是我还没爆过 那百乐的西摩奇你明显能看出来 它这个是精致很多的 所以说它整个产品的诚意就是说会比日商家里面 它的诚意我认为是最足的 那这也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推百乐的 其实因为它能用的前提下 品牌价值也不低 而且还能写中文 那比起说别的品牌来讲都来得好 因为这些推尽量推的都是一些比较主流的 像长刀那些基本上都不会推了 因为那一个基本上你是玩书法的人 或者玩书写效果的人 那才会去用的比 日用的话还是说我个人认为是说还是你用正常的比会比较好一点 那今天推的那就这三只的一个金剑钢笔 其他的不是说它特色不好 有些是太有特色了 然后它但是它不太主流 你不好拿来推 但是选来选去一圈的比 最后还是发现就是说最经典最好卖 那几个真的还是比较好用的 那有些品牌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 但是也不讲太多了 就是说还是讲一些我推荐的 就是我评估完以后 然后也试过了 也用了差不多一段时间了 这些就这这一堆的一个经验嘛 然后再做这个视频 好 那大概今天的一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今天还是控制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短的视频 那还是感谢大家这么久以来的一个支持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